宇宙印象深度科普兰木第683星,目前太阳系内第一颗已经被证实拥有液态水的行星就是地球,那么第二颗有水的行星已经确定了,这就是火星。 关于这颗行星的过去,还在不断被发掘中,前些年美国宇航局在火星上发现的季节性液态水,这是一个转折点。 接下来科学家正在扇玩火星游水的过去,欧洲空间局的火星快升航天气,摆设到一个被命名为Medusa-Burbit的区域,这里被认为是太阳系中最大的单一火山沉积层,布满空洞的表面暗示了一个令人惊喜的过去。 火星曾经被一个全球性海洋覆盖,这个海洋不深,只要20厘米的平均深度,似乎这里是个海水的好地方,足够让你惊喜了,整个星球都是一层浅浅的海水,儼然是个迷人的水上世界。 要知道地球从来没有因水球形式存在过,虽然70%是海洋,但仍然还有一大部分是陆地。 Medusa-Burbit的区域在火星赤道附近,面积相当于580平方公里,即便在地球上,这个面积也是相当之大的。 经过火山喷发的区域的岩石,也比普通的火星地窍软,随着时间的推移,这里也变成了一个个巨大的空洞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